那么存储自定对象干嘛呢 按照姓名去排序 那这个按照姓名去排序应该怎么做呢 那现在呢 咱们把这一块抽取出来 那么按照姓名去排序的话 其实这面代码可以不变的 对不对 人家不说按照姓名嘛 对不对 所以呢 咱们就在这里面创建一个Triset结合 Ctrl C 咱们来一个Tris点这个I的 你用一个Person 好 乘三 然后呢 二十三 好 来一个李四 李四 十三 然后呢 王五 王五 四十三 然后叫六 照六 三十三 好 那么现在呢 我打印Tris 他应该是按照什么排序的 Person里面重写那个方法是按照什么排序的 是按照年龄排序的 好运行 按照年龄 十三 二十三 三十三 四十三 是按照这个顺序 那我现在想按照姓名去排序 那姓名怎么排序呢 我把这一块注视掉 这是按照年龄排序 这个是按照 按照年龄排序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要来一个按照姓名排序的 那把这个方法我再生成一个 按照一 因为注视掉了嘛 所以还需要再重新生成一次 然后这个我们要干嘛呢 按照 按 按照 姓名排序 好了 那在这里面来看我们怎么解 那按照姓名排序 你就把姓名当作什么 是不是当作主要条件 来个int number 等于的是 z4.name 再点什么 再点compare to o.name o.name 好 这是按照姓名排序 按照姓名排序 然后紧接着 我们如果姓名一样 两个都叫张三 但是年龄不一样 那我们是不是也认为 它不是同一个对象啊 所以我们就来个什么 来个number 等等于0吗 这是不是姓名一样 它就会返回0啊 那就问一下 然后我们来一个z4.age 减去o.age o.age 再比较一下年龄 如果姓名年龄都一样 那我就认为它是同一个对象 好 那么如果年龄要是不一样的话 如果姓名要是不一样的话 我就直接把这个number给返回 就可以了 好 这个是姓名是主要条件 姓名是主要条件 然后呢年龄是年龄是肃要条件 好了 那么这回咱们再来运行一下 运行 大家看 张三 李四 王五 赵六 有同学说老师 难道说是怎么存 就是怎么取的 不是啊 来我给你颠调一下顺序 来运行 张三 李四 王五 赵六 是不是跟我们这个顺序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的 那同学就问了 说老师这里面是怎么比的 是按照笔画笔的 还是按照里面的拼音笔的 这些都不是 既不是按照笔画 也不是按照拼音 因为咱们的程序没有那么强大 说你给我个字 我告诉你多少话 然后或者是 你给我一个字 我告诉你这个拼音是什么 没有这么强大 那它是怎么比的 我告诉一下给大家 SYSO 你打印一下一个结果看看 来一个张 来一个张 然后呢 加上一个0 张三 李四 李四 然后呢 王五 然后呢 赵六 我们把这个张 李 王 赵 这什么值呢 这个是不是它 踏字符所对应的这个 Unical 马表值啊 我们知道 原来你拿一个A字符去加上0 是不等于97 哎 那么那会呢 咱们说是ASC 马表值 其实正确来说 应该是一个Unical 马表值 因为所有的马表啊 它都囊括了ASC 马表 也说前半部分都给 这个ASC 马表留着 然后后面呢 再排列其他的 好 那现在来看一下这个结果 来运行 大家来看 它是24352 它是26446 它是29579 它是36213 所以呢 正好是张是最小的 哎 正好是张是最小的 然后紧接是李 然后紧接是王 然后是赵 能明白这意思吧 哎 这就是按照性命去排序 如果你想看的特别明显的话 你可以怎么样呢 把它们都变成这个字母 哎 李四 有拼音都写成拼音 那这样的话 你就很容易看得出来了 因为字母都是按照字典顺序排序的 好 那么这就是按照姓名去排序 好 那这个支点呢 咱们就要说到这里啊 哈哈 cells 裤子 提供 thing